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余生请多指教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顾未代你法眼看剧 余生请多指教今日登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法眼看剧栏目 剧中的三个片段被作为素材,由法官们进行了专业的讲解 余生请多指教讲述了外科医生顾未与大提琴守林之校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 两人在事业低谷时以医生和患者家属的身份相遇,互相支持鼓励,点亮了彼此成长之路 电视剧的有些情节也引发了观众从法律角度的思考,患者的隐私权如何保护 散播到听途说的对医生否定的评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偷看同事的电子邮件是否构成侵权? 带着这些问题,央广法眼看剧栏目专访了北京朝阳法院的法官 看看从法官的专业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些剧中情节的 故卫制止林之校拍摄检查报告有必要吗? 林之校担心父母对自己隐瞒了父亲的病情,跑到医院偷偷查看并拍摄父亲的检查报告 被医生故卫看到,并以侵犯个人隐私为由进行制止 医生有权制止林之校拍摄病例吗? 校校又怎么才能依法依规地查看自己父亲的病例资料的? 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也会对家人报喜不报忧 那么校校感觉父母对自己隐瞒了父亲的病情 急于查看父亲的检查报告 作为担心父亲的女儿,似乎也情有可原 故为有制止的必要吗? 对此法官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林之校不能证明自己就是患者的女儿 试想一下,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不提供证明,就以亲属的名义随意查看 甚至拍摄你的病例,你会是什么感受? 无论是从情理还是法理上讲,诊疗信息属于个人隐私 应该只有医生和患者本人了解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 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 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例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所以故医生询问并制止校校偷拍检查报告 是在保护患者的隐私 是在履行医务人员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的法定义务 校校背后说故医生坏话属于何种行为 校校到听途说故医生是靠裙带关系尚未 于是对医生的医术产生怀疑 在病房内向自己父母复数未经证时的负面内容 而其他患者或家属也在场 传播到听途说的对他人的负面评价是何种行为 被评价者又该如何维权 在生活中,这种背后说别人坏话的场景并不少见 法官分析,校校的行为如果细究起来,属于侵权行为 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已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校校在病房这种公共场所 将未经核实的有关负面信息告诉自己的父母 并且其他患者和家属也听见了 此种行为可能会使大家对医生的品德、医术、生育等方面的评价降低 侵犯了顾医生的名誉权 在剧中,顾医生在病房门口亲耳听到了校校对他的负面言论 而现实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顾卫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法官解释,当事人如果认为自己的名誉权受侵害 可以要求散布信息者承担立即停止侵权 并向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同时,收集保存相关证据,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高熙偷看顾卫的邮件该如何定性? 未躲避被父母催婚,顾卫决定搬出去租房住 中介将租房合同发到顾卫的邮箱 恰巧被暗恋他的高熙看到,高熙马上把顾卫租房的事告诉了他的父母 这种行为虽然让官巨人很反感,但是高熙的行为到底该如何定性呢? 法官分析,高熙的这个行为侵犯了顾医生的通信秘密权 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规定 公民使用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内容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秘密 平时生活中或影视剧中,确实有一些夫妻或者情侣之间喜欢查看对方手机 对此,法官分析,严格地讲,夫妻间也不能随意查看短信、微信等等 我国电信条例规定,电信用户有依法使用电信的自由,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除法定的相关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对这些内容进行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这些内容进行检查 那么侵犯通信秘密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冒领、隐秘、毁气、私自开拆或者非法检查他人邮件等行为 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法官结论,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为了满足一时的好奇心或者妒忌心,可能导致行政处罚的错误 还望剧中的高医生们以后能够三思而行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